你好,新概念英语第二册 New Concept English 2 动画学英语 今天我学习第35课 Stop Thief,捉贼 文章开始以前提出的问题是 How did Roy stop the thieves? Roy是如何阻止窃贼的 在开始学习之前 我这里说明一下 我制作的动画视频 是我记忆课文的一个辅助工具 起到理解和记忆文章的作用 这也是我学习的一个过程 如果您喜欢我的动画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好的,谢谢 回归文章 开始课文动画 问题中提到了一个人名 Roy Roy的全名 Roy Trunton 这篇文章是关于 Roy Trunton和窃贼之间的故事 开篇先介绍主人公 Roy Trunton Roy Trunton原来是开出租车 Roy Trunton used to drive a taxi 然而在不久之前 他开上了公共汽车 A short while ago However He became a bus driver 一般来说 开大车的要比开小车的相对辛苦一些 所以开习惯小车的人 是不会去开大公交车的 那我们的主人公开上公交以后 却不后悔 And he has not regretted it 之所以不后悔 是有一定原因的 这个原因是 他发现自己的新工作 远比之前的工作 令人兴奋 He is finding his new work Far more exciting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第四课最后一句 So he is finding this trip Very exciting Roy是如何发现自己的新工作 更加令人兴奋的呢 那是因为一件事情 转换场景 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近一次 他正开车沿着Catford Street 这个街道行驶的时候 When he was driving along Catford Street recently 他看到两个小偷 从一家商店冲出来 并且奔向等在那里的一辆汽车 He saw two thieves rush out of the shop And run towards a waiting car 判定是小偷的条件有很多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捉贼拿赃 这一组两个小偷就是典型 其中一个家伙就提着 装卖钞票的提包 One of them was carrying a bag Full of money 前面是Roy看到的 Roy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 他迅速行动 开车直冲窃窃而去 Roy acted quickly and drove the bus straight and the thieves 目标明确 而且先找拿包的 拿包的家伙吓坏了 把包都扔了 The one with the money got such a fright Then he dropped the bag 躲过公交车的两个贼迅速上了车 就在他们企图乘车逃跑的时候 Roy从之前冲着人去的策略 改为向他们的车撞去 撞进了那辆车的车围 As the thieves were trying to get away in their car Roy drove his bus into the bag of it Roy认为到此自己的使命就算达成了 所以呢 当那辆被撞坏的车开走以后 Roy就停下了公交车 给警察打了电话 之后的事情就该交给警察处理了 While the bendered car was moving away Roy stopped his bus and telephoned the police 再次转换场景 之前说了 Roy开车撞了小偷们的车 所以小偷的车损坏很严重 严重变形很容易辨认 The thieves' car was badly damaged and easy to recognize 如此清晰的目标 警察找你还不容易 结果就是没过多长时间 也没费太多力气 警察就截住了那辆车 两个小偷全被抓住了 Shortly afterwards The police stopped the car and both men were arrested 小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做个小结吧 文章在开始还有结束的时候 分别有描述时间的短语 不久之前 a short while ago 不久之后 shortly afterwards 之前在三十课当中 足球朝着路过的船飞去 使用了 Win towards a passing boat 这样的描述 在这篇文章当中 窃贼们跑向等候的汽车 使用了 Run towards a waiting car 这两种用法 其实是一样的 而目前 第三十五课 这是第四个 关于贼的话题的文章 第一次是 第七课 Too late 贼偷走了钻石 第二次是在 第三十二课 Shopping made easy 母女联手 偷商场的衣服 第三次是在上一课 三十四课 Quick work当中 二十年前 被偷的自行车 被找回了 三番五次都是与贼相关的内容 勉强将三十五和文章联系 仅做参考 好 我今天的学习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